有种植物问我,说他们种的番茄出现了大面积的卷银,什么现象造成的? 你像我这个番茄,你看这颗,这个叶片,就有点卷了,是吧? 实际上,番茄卷银,如果出现在后期,种植物为了提升这个番茄的口感,进行控水控肥,会出现一定量的卷银现象。 但是呢,如果在中前期,你这个番茄出现大面积卷银,这个肯定就不正常了,肯定出问题了。 出在什么问题呢?一个是,就是你的水肥,是用不科学造成的,另外一个呢,就是你的根系,根系受到一个影响,这个原因造成的。 水肥不科学这一块实际上比较简单,可能就是说,好比说你在浇水试肥的时候,你这个土壤忽干忽湿,忽干忽湿以后呢,可能会出现这个卷银了。 但是这个是很少有啊,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实际上就是,那个番茄的根系,在生长过程当中受影响了。 好比说,这个低温,根系,那个受到了一些影响以后呢,它吸水吸肥的能力,大大降低了。 啊,尤其肥料配方,好比说一些中微烂元素,啊,达不到,啊,同样,就会出现这个卷银现象。 所以我们中置部啊,出现这种情况下啊,啊,啊,建议啊,第一步呢,尽可能不要施肥了,啊,干什么? 啊,浇清水,把这个土壤那个盐呢,这个降下去,就压下去,啊,浇个一到两次清水,啊,另外一个呢,啊,看上你土壤那个酸碱度,啊,一般情况下,嗯,会偏碱,这时候呢,你可以用醋,或者用柠檬酸,啊,浇水的时候,加进去,啊,把这个,呃,皮续值呢,往下调一调,啊,这是第二个方法。 啊,第三个呢,啊,就是啊,你通过两次浇清水以后呢,再施肥的时候,一定是科学施肥,别去用那些乱七八糟的肥料了,啊,一定是科学施肥,这样的情况下,你才能改变你这个番茄叶片,你千万别想翻这个叶片的啊,这个叶片如果叶不好的情况下,那么你的果子怎么膨大呢,啊,怎么增加钢物质呢,是吧,所以说中文库啊,啊,首要的,护好净感,护好叶,然后才能接上好果。